已經用掉三十罐不誇張喔 記得這個重點 髮質真的是 肥月形的提升一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我的神級護髮術 那其實我對於自己的皮膚或是身材 都不算是非常有自信 但說到頭髮 我覺得我算是 還有一點心得 在學生時期或是在網路上IG上 就還蠻多人看我的照片 就會來問我說 欸 你的頭髮到底是用怎麼保養的啊 或是你是怎麼用電棒捲的 就是看起來怎麼髮質那麼好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可以拍成一部影片 來分享我平常是用哪些產品來護髮 然後還有我 日常的保養祕訣 影片開始前 記得先幫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IG 謝謝 那如果你是平常沒有什麼在保養頭髮的人 我很推薦可以從洗頭髮開始下手 洗頭髮的步驟 我首先是洗髮精嘛 然後有些人會用潤髮乳 那我自己是用髮膜 我要先推薦的一款髮膜 就是這個 FINAL的護髮膜 這款應該很多學生或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都不是很陌生 因為它真的在屈人室算是熱銷前幾年吧 在我小時候到現在可能已經用掉30罐不誇張喔 那其實我後來有發現一款更好用的是 就是絲波期或髮膜 它一樣是在屈人室可以買得到的 但價格可能就是貴個100塊 就這個好像大概200 絲波期大概300 但是我因為現在身邊沒有 所以就先介紹這個FINAL的 我平常已經直接把潤髮乳這個步驟去掉 我就是直接洗髮精洗完 就接著用這個髮膜 裡面是這樣膏狀的 然後聞起來它好像有一個花香味吧 那絲波期那罐是有點荔枝水果味 我覺得那個我更喜歡啦 洗頭髮洗完 然後就直接把這個髮膜塗到你的髮尾上 就是從髮中塗到髮尾 你就放著然後繼續洗澡 洗完澡的時候再把它沖掉之後 你就會覺得你的髮質變得超順 真的有差喔 因為如果完全不用髮膜的話 你沖掉就是乾乾的 然後會很K這樣子 真的是 你的人生必須 其實很多人會關心說 這種潤髮乳或護髮乳 有沒有含細菱這個成分 我記得這個是有含細菱的 但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差 我都已經用了十年 不覺得我的頭髮或是其他地方有什麼受損 我反而覺得沒有用的話 髮質還比較差 那洗完頭髮之後就是吹頭髮 吹頭髮之前呢 我很推薦大家在頭髮濕濕的時候 先用這個看板書 然後把你的濕髮先塑開 這是我之前燙捲的時候 那個美髮師教我的 後續吹頭髮就會吹得比較快 然後也比較順 這個書籍我已經介紹過 300次了吧 是這個NAPP的寬板書 就是它是有氣墊的材質 所以你梳起來就是很舒服 很像在按摩 那它的價格我就也是很平價 三四百塊而已 用完頭髮呢 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你如果有記得這個重點的話 你的髮質真的是 可能飛躍型的提升 就是護髮油 超有用 我手上有兩罐是我平常愛用的護髮油 左邊是這個L'Oreal 巴黎萊雅的玫瑰護髮油 不管我真的也是從學生時期用到現在 也是十罐跑不掉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是在於 它擠出來的這個油體啊 是比較有點膏狀 不是單純那種水水的油體 給大家看好了 幾個半下或一下 這樣子看到嗎 你就在手心戳開 之後呢 這樣子 弄你的髮味 施髮的時候也是都這樣用 或就會直接 吹乾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你的髮味 你單純用髮膜 還要更順 頭髮是更有光澤的 那夕陽西下的光有點奇怪 大家多多包 它的香味是非常平易驚人的玫瑰味 就我覺得大眾都還蠻能接受的 而且它的價格也是非常的平價 這樣一罐可能是四五百塊 但它可以用至少半年到一年 就如果你不是天天洗頭髮的人 像我 的話真的可以用很久 所以我覺得它CP值很高 那另一款就是 這個鼎鼎大名的 可能看包裝就很多人知道的 磨厚哥堅果油 可能它的價格就相對比較高 大概一千左右 它用起來真的髮質 又跟剛剛的護髮油比 又是再上一層樓的感覺 就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也可以直接買這款就好了 擠出來呢 是這種有點黃黃的 然後也是有點膏狀的材質 那它的味道 其實有點難形容耶 紫蘿蘭花香 亞麻子萃取物 就也是偏花香 但它的花香跟剛剛的那個 很直白的玫瑰味不太一樣 比較高級的那種味道 一樣是你在手心搓開 然後可以這樣 我現在塗得很油 會不會等一下很油 然後你今天塗了 你的頭髮變得非常的輕盈 這很明顯的輕盈喔 那這兩罐呢 硬要我選一罐的話 就會選磨洛哥堅果油 就是它如果護髮程度是70%的話 它可能就是85% 90% 所以有預算的人 就可以直接去買它 剛剛就該護的都護好了 就要進行吹頭髮的動作 那我要分享的吹風機 就是這台 也是很有名版 Panasonic的吹風機 它其實不是最新款 就是我前幾年去日本買回來的 是19年至的 我覺得如果你們現在要入手 吹風機的話 你要嘛就是 賣Panasonic的最新型號 要嘛就是直上Dyson 我覺得如果你要讓你有髮質好 就是這兩款 因為科技產品就是你 買新不買舊嘛 就像iPhone也要買最新款 不要想說省那麼一點錢 買舊款的 其實它功能上一定還是有差異 它跟其他比較平價的吹風機 相比而言 就是它的價格是真的高一點 像我這台呢 好像 雖然從日本買回來 也是要隔三四千或四五千 當然它現在應該變便宜了啦 貴的吹風機 我覺得跟便宜的吹風機 最大的差別 就是除了風量 有些便宜的吹風機 風量也是很大 但它的風量可能就 不太能調節 Panasonic的 它除了可以用最大的熱風之外 它也可以用這個 雙箭頭 就是它會自己偵測 你現在的室內溫度 頭髮的溫度 然後去幫你做調溫 就不會說 你今天如果一直用最大的風力跟熱度 會讓你的頭髮乾掉 髮質很容易受損這樣子 還有一個 蠻大的差別就是 負離子 比較高階的吹風機 通常都是標榜有負離子的功能 反正就是它吹完真的是非常順 而且 我一枕頭下來可能也是十分鐘都吹得完吧 如果我用駕駛的旅館鋪的吹風機 按摺才能吹出風的那種 真的超慢欸 我還沒有剪短之前 我頭髮是非常長到腰部吧 就真的要吹二三十分鐘 我真累死 所以我覺得 一太好的吹風機 不只能夠讓你髮質別 打開我們是 三個馬瓜 童魚 小屁 這也是VS Media 想要觀眾人看見你嗎 歡迎來投票 好 口口連結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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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可以省下你很多的時間 這邊也分享給大家一個 吹頭髮的小撇步 這樣吹頭髮 你用熱風把頭髮大致吹完之後呢 你可以再用一個冷風 來定一次你的頭髮 你會發現頭髮真的會變比較順 就忘記是看什麼報導 或是誰分享 就是他好像會 可以讓你的毛鱗片 閉鎖嗎 對我講錯不要罵我 那如果你已經像我一樣 有用護髮膜 護髮油 也有用好的吹風機 跟梳子之後呢 你還是要追求更高境界的柔順髮質 你希望可以跟洗髮精的model一樣 一甩 你的頭髮就是這樣子 飛揚 非常的柔順漂亮的話 可以參考我 後面分享的日常保養秘訣 那第一個秘訣呢 可能說出來會被大家踏法 就是你要減少洗頭的次數 各位女生的男朋友就要開始罵我 說你朋友已經很少洗頭了 然後你還叫人家不要洗頭 但是我是覺得真的有差喔 乾人的話你的頭皮不會那麼容易出油 其實你每天洗的話 你會等於把那個健康的頭皮的油都洗掉 那時候你的頭髮就會變得很乾 洗頭髮的時候 頭髮也會很容易一直掉 所以你的髮量也沒有辦法養得很厚 因為我以前也是太染頭髮了 然後也太常洗頭髮了 頭髮就是很薄 一直都留不厚耶 就是很煩 這都很討厭很虛的那種感覺 小時候都會很嚮往大波浪捲髮 像芭比娃娃那種頭髮 那自從我發現之後呢 我就去查說怎樣才可以讓頭髮變多 那我發現很多兒子的人 例如誰 范冰冰嗎 他們其實都沒有很常洗頭耶 兩三天吧 或是一個禮拜窒息 兩三次 那之後我就效仿他們這個方法 一天不洗頭 然後再一天洗頭 之後 很明顯的 容易流厚很多耶 欸其實也不會很油 像我有瀏海的話 你只要記得每天洗瀏海 有噴乾洗髮 就好了 他都講到乾洗髮了 分享一下我也是用超多罐這個 我怕我唸錯耶 Bat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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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英國一個非常知名的乾洗髮 就是你在蝦皮上的乾洗髮 大概有100家 賣家有在賣這一盤 一道是經典清新 我記得我有買過花香還有水果味 我覺得好像都沒有這個經典清新的套文 其實在學人士有賣 但是我發現蝦皮是最便宜的 100多塊耶 我會趁眉韻的時候 就直接買個三罐五罐噴起來 因為我真的太愛用 那我今天就不噴給大家看了 就跟大家講解一下是怎麼用 發很油的時候呢 你就拿這個乾洗髮 這樣子 離遠一點 這樣噴你的頭 頭頂 然後還有後面記得 噴完之後 它會用白色的那個粉 記得你讓它停留個一兩分鐘 你先去做其他事情 可能化妝 過了一分鐘之後 你再把它用手這樣子剝鬆 就可以把你的油 用那個粉 去把它蓋得比較霧面 你剝不均勻的話 它真的是蠻明顯的 會有一塊白白的 就有點像頭皮屑這樣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剝均勻喔 第二個秘訣呢 就是你要染深色系的頭髮 我覺得這個方法呢 最推薦給你現在是 淺色系的那種金髮 然後你要快速的提升你的髮質的話 拜託你就直接去跟設計師說 我要染最深的咖啡色 像我自己呢 我會推薦大家染最深的冷棕色 就偏綠的那種 那個髮色呢 雖然說是藍綠色 可是大部分的人 染出來都是很襯膚色 你不用怕說很奇怪 或你是比較保守 保守派的就想說 我覺得藍綠色好怪喔 那你就染最深的巧克力色 出來就是比較暖色調的 像我現在褪色這種 就我原本是染藍綠色 然後大概過了一兩個月就會變成這種 有點巧克力色 其實我覺得染藍綠色CP值還蠻高的啦 可以享受一下冷色調變暖色調的那個 掉色過程 那我最主要呢 其實是想說 你染深色 你可以直接讓你的皮膚變超白 如果頭髮是偏金的話 其實跟你的膚色是相差比較近的 但偏黑的頭髮 跟你的臉部膚色呈現一個對比 這應該還蠻好想像的 應該是有染頭髮的人都知道 你剛染完你的髮色會非常的均勻 你差那些都會被蓋掉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 必須想讓自己的髮質變超好 可能下禮拜要跟朋友出去玩啊 或是過生日要約會的話 頂著一個布丁頭 就是拍照不是很好看 你可能還要修圖 直接染了深髮色 你至少可以維持 可能一兩個禮拜你的頭髮是很好看的 甚至你根本不用做護髮的那些動作 那給大家 第三個秘訣呢 是剪低層次的頭髮 那什麼是低層次的頭髮呢 就是你的髮尾這邊盡量是齊的 但不是說你今天一刀下去剪這樣齊的喔 是你跟你的設計師說你要剪 比較寒細 就是髮尾比較厚的那種頭髮 那為什麼要剪低層次的頭髮呢 是因為 像我現在其實是剪比較虛的嘛 比較高層次的 所以它的髮尾就會 從這樣子比較短 然後到比較長 然後會比較尖尖的這樣子 這種髮尾呢 如果你的髮質不好的話 它其實很亂俏 而且它的髮尾這邊也比較容易受損 就變得比較筋 那如果你是低層次的話 通常你的髮尾都會在同一個長度 因為視覺上的關係 它比較齊 比較厚嘛 可以掩蓋掉你 幾錯是比較斷髮啊 或是比較虛的部分 而且呢 低層次的頭髮 你要做電棒啊 或是你要內捲外捲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給新手上手的 而且其實你看那種洗髮精 潤髮乳那種廣告 大部分的model都是 非常齊 然後非常黑 的頭髮 這個就很符合我剛剛說的 染深 還有低層次 那像我現在這樣子 比較高層次的話 可能後面看起來 髮質就不會那麼好 比較尖尖遠遠遠 不知道是大家看得到 比較齊的 它就是看起來後面就是平平的 很像國高中的那種笑話 很受男生歡迎的女生 通常都是留那種髮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車牌印象 就不敢是女生男生 都對黑長直有個向往 是一個女神的象徵 如果你今天是 可能對自己的臉或身材 或是你的妝 也沒什麼自信的話 你也可以從頭髮下手 頭髮漂亮 可能臉啊 也會被襯托得更漂亮 也很多人說 頭髮是女生的第二張臉 我覺得不只是女生啦 男生其實也蠻符合我剛剛說的 韓國很流行的 歐爸國外頭 基本上也是黑長直啊 就又厚又黑又平 所以這種髮型其實 部分男女啦 今天不是強求大家一定要很特別 像是什麼太顏啊 染那種粉紅色很鮮的頭髮 就是他們是偶像 所以他們染這個舞台版很合理 他們的髮指也有髮型師 照顏師在顧 突然漂了幾百次也是很漂亮 突然漂了幾百次也是很漂亮 因為他們都是 每天都在捲電棒捲很久啊 補很多什麼沙龍級的那種保養 我們這種平凡人呢 就可以先用以上的方法去簡單的改造我們自己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啦 不知道是大家看完 有覺得哪個秘訣最有用呢 或是你也有其他覺得很棒的產品想要推薦給我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喜歡的話也不要忘了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